自从哲利品手机横空出世以来 华为就和三星打得又来又回 华为说外折折很小 显示效果惊艳 三星说内折技术更复杂 日常使用更坚固 毕竟这是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 很难说真正的殊忧殊略 所以这次华为表示那好吧 我们正面交锋 狭路相逢勇者胜 大家好我是秉承 欢迎收看网人TV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看一看 华为刚刚发布的新一代折离品手机 华为Mate X2 签出结论 华为Mate X2可能是目前最能打的折离品手机 至于为什么 接着往下看 第一华为Mate X2折叠最强 与之前的X系列不同 这次的华为Mate X2才用了内折的方案 给大家看看是怎么折叠的 可以看到机身的形态非常独特 那这样从右往左看上去呢 就像是一个平滑利落的斜切面 这样越来越薄 最薄的地方呢只有4.4毫米 而折叠之后呢 恰好呢就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矩形 再配合这个圆润的边角 整体的造型非常有辨识度 科技感满满 刚刚上手这一会儿啊 就能感觉华为Mate X2的重心呢 非常平衡 非常适合单手操作 当然了更适合的是右手操作 如果呢你在左手 其实呢屏幕会自动的翻转过来 当然毕竟还是反着用嘛 另外呢大家看这里 没错 华为Mate X2折叠之后呢 中间是没有缝隙的 因为它采用了华为研发的双选水滴角链 在弯折处呢 形成了一个水滴式的融屏空间 这样的屏幕折叠后的效果啊 其实和之前Mate X折叠的差不多 其实呢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水滴型 所以呢屏幕的折痕是相对更小的 但是呢长久使用呢还是会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存在 我们和三星Galaxy Z Fold 2的折痕性对比啊 其实这个Mate X2呢跟之前X系列的表现差不多 就是有更多的不平滑 但是没有明显的折痕 而三星呢是有一道明显折痕的 另外呢脚链两侧还采用了这样一个隐藏的开合设计 这样呢屏幕里面就不会进灰尘了 第二呢华为Mate X2的屏幕尺寸最强 外屏呢是6.45英寸 采用了一个21比9的比例 相比三星Z Fold 2系列这样窄窄的设计啊 更接近普通的手机 那其实这样看过去呢 真的就很像一部正常的手机吧 那么展开之后呢是一个8英寸的柔性屏比例是8比7.1 位置正方形了 并且屏幕上覆盖了一层新设计的磁控纳米光学膜 那么拥有小于1.5%的超低屏幕反光率 也就是说我们从哪个方向看都能清晰的看到屏幕的内容 那内外屏幕呢都是支持P3广色域以及90赫兹刷新率的 作为参考啊 三星Z Fold 2 外屏呢是6.2英寸 60赫兹刷新率 内屏呢是7.6英寸 120赫兹刷新率 所以呢华为Mate X2 屏幕更大 分辨率也更高 那刷新率呢则是各有取舍吧 其实取消了内置摄像头之后啊 华为Mate X2内屏 真的就是一整块大屏幕 显示效果还是非常震撼的 当然了这么大的屏幕也支持各种应用分屏和悬浮窗口操作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任意的组合 同时呢华为Mate X2的平行视界功能也进行了升级 一个应用双屏显示 第三 折叠屏中综合配置最强 华为Mate X2采用了麒麟9000处理器 这也是目前华为最旗舰的处理器啊 我们都知道呢 麒麟9000采用了5nm的制程工艺 除了性能之外 AI性能最为强悍 具体我们就不说啊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Mate 40系的评测 虽然依然是熟悉的处理器啊 但是呢 华为Mate X2呢还支持双卡双待 这一点上比Fold2强 第四 折叠屏中拍照最强 搭载了V卡后置四摄 主摄呢 依然是5000万像素的RYV超感知摄像头 另外呢 还有1600万像素的超广角 1200万像素长焦 以及这颗800万像素的10倍光学浅望镜头 说完四项最强呢 再说四个缺点吧 第一呢 虽然是支持4500毫安时的电池 以及55瓦的快充 但是不支持无线充电 对于旗舰手机来说呢 是个遗憾 第二 虽然呢 采用了全新的屏幕折叠技术 但其实仍然没有达到完全的无折痕 可能长时间使用过后啊 中间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它也不支持这个屏幕的悬停 在这一点上跟Z Fold2相比呢 可玩性就少了不少 第三呢 屏幕刷新率呢 内外都是90赫兹 确实吧 现在旗舰标配的120赫兹 还是有点遗憾的 第四呢 就是贵了 售价17999元和18999元 还不一定能抢得到啊 毕竟Mate47的部分机型 至今它还是个理财产品 当然了 这不是它的问题 而是我 我们和你们的问题 好的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简单上手 那这部华为Mate X2呢 其实最大的看点 还是全新的 华为带来的向内折叠的技术 这下子呢 你想要内折还是外折 都有的选 另外呢 无论是屏幕拍照 还是有限快充 各方面都没有缩水 相比三星Z Fold2 其实更加旗舰了 当然了 如果要想看更加详细的评测 或者是这两部手机 更加详细的对比 在评论里告诉我们 稍后会为大家奉上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 玩人TV 我们下次再见